记者邻国贤云林报道 传承超过360年 文化部指定国家重要民俗 采炉主制度没有固定庙宇的云林县六房吗 今天从豆六大北市谷 保长部 过炉至过西谷 大庄 成千上万信徒随乡 热闹 今天清晨六点县长李静勇 立委张立善 刘建国 豆六市长谢舒亚 世代会主席陈明璋 虎伟镇长林文斌 镇代会主席丁雪忠等人点燃起码炮后 六房妈鸾叫在信徒 镇头簇拥下从保长部红坛起轿 前往虎伟大庄红坛 沿途信徒热情随乡 等候钻轿脚祈福信众绵延近一公里 李静勇表示 云林六房妈果炉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在的信仰文化 活动丰富热闹 值得亲临现场参与体验 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虎伟镇代会主席丁雪忠表示 云林六房妈市由豆南镇 土库镇 虎伟镇 豆六市集大皮乡 分成五谷三十四庄头 以续轮流凤四一年 每五年完成一次循环 今年轮游湖为过西谷大庄部落 欢迎大家感受六房妈果炉热情 今年各股参与非常热络 由各村庄所组成的镇头 以及数量庞大的丹花 丹灯等自发性还原祈福的队伍 沿路更是有信重准备饮料 点心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香客吃得平安 展现信徒热情好客 无私奉献的精神 六房妈预计晚上十点进入大庄临时红檀安座 安座完成会进行团拜 欢迎民众共襄胜举 因英国炉大典 今天云七十一 云七十四 线到一百四十五 线到一百五十八 及台一线皆有相关交通维护管制 请民众注意相关资讯